就在前几天 极光飞行科技公司公布了自由升降机的概念机型 称其最大载重的突破了100吨大关 运载能力直逼美军现役最大战略运输机C5M超级银河 该机型是美国国防高等实验研究署开发的新一代水上飞机 极光飞行科技公司这是参与该项竞争的厂商之一 另一个公司是美国通用原子能 目前该公司还没有给出概念机的模型 那么问题来了 这架四域地效飞行器的玩意到底是干嘛用的呢 此外 现在的美军有11个航母舰队 核潜艇遍布各大洋 大部分战略轰炸机至今都还是黑科技 这种程度的军备还需要水上飞机吗 先回答第二个问题 答案是需要的 而且是无比需要 飞机从螺旋桨到喷气室 再到摆脱对跑道的依赖诞生出垂直起降式 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 喷气室比螺旋桨式提高了飞机的速度和高度 而垂直起降功能不仅节省了跑道长度 也让飞机在战术执行端更加灵活 比如钥匙 鱼鹰F35等等 这些能垂直起降的战机就让美军实现了机场自由 除了海外300多个基地 11个航母舰队外 其他地方也能随时起降 如此一来 舰跑道的钱节省了不说 还能让对手失去一个庞大的地面目标 可谓是一举两得 然而这些战机也并不完美 对于地球的尺寸来说 有效作战半径都不大 最高也就是1240公里 这就容易产生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作战区域在短时间内需要美军介入 而美军航母和基地离这个地方又很远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虽说目前很多国家的武器库都已经覆盖了海陆空这三个空间 但是严格来说 海面和天空都只属于临时占领 并非绝对控制 就拿海洋来说 地球的表面积一共才5.1亿平方公里 海洋就占了70.8% 也就是3.67亿平方公里 除了各国所属的小部分海域外 剩下大部分海域都是公海 从军事角度来讲 这些区域是可以驻扎军队的 然而现实的问题是 海上的面积实在太大 自由通航和捕鱼这些临时性的活动没有问题 但是广泛驻扎军队 从而实现对陆地战场的急速支援显然是不可能的 目前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么庞大的军事体量 话说回来 这么大的区域不好好利用一下 确实有点可惜 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 我们可以转换一下思路 既然不能在海面上建立广泛的且长期的军事基地 那可不可以任意的海面位置投送临时的军事力量呢 当然可以 航母干的就是这个活 航母舰队的武力值主要是舰载机 舰载机虽快但飞不了那么远 所以它还是要依靠航母的输送 而航母的速度实在是不敢恭维 就拿福特号航母来说 它的航速大于30节 在航母里算是快的了 但如果把这个速度和大海的面积放在一起来看 就跟毛毛虫在树上蠕动差不多 从出发到抵达少则三五天 多则十天半个月 面对一些偏远地区的突发性战争 等它到达的时候黄花菜都凉了 所以在海面位置投送临时军事力量的设想 并不能完全满足现代战争的需求 除非在上面这个设想中再加上一个任意时间 也就是说 在任意海面任意时间 就能将军事力量准确送达 才能称作是全海域全天候覆盖 这种规模的部署能力无疑是美军目前最需要的 目前想要实现这种设想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把所有的海面都变成机场 而这就是极光飞行科技公司的 自由升降机充当的战略定位了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架水上飞机 2021年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 首次提出研制新型水上飞机的计划 2023年2月宣布由通用原子和波音旗下公司 极光飞行科学组团队各自进行概念机的建造 以及测试工作 也就是竞标 极光飞行科技公司在今年率先完成了自由升降机的概念机模型 自由升降机属于双动机身的地效飞行器结构 这一结构最大的好处是抗风浪能力较强 运输量也大 什么叫地效飞行器呢 近些年来水上飞机 地效飞行器 地效飞机 气电艇等等 这些名词层出不穷 很容易让人混淆 这些名词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先来说水上飞机 它的英文名字是Wildpin 只能在水面上起飞降落和停泊的飞机 也可以叫做水机 没有任何奇异 水上飞机的起飞原理和正常飞机类似 都是依靠机翼上下表面气流的压力差提供升力 唯一不同的就是一个在陆地起降 一个在水上起降 也有水上飞机能在陆地起降 这种我们一般称之为两栖飞机 不管是两栖还是水上 这种飞机大多都有一个船身和浮筒起落架 以满足在水面滑行时的需求 飞起来的时候和正常飞机没有任何区别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地效飞行器 地效飞行器也叫地效船或飞翼船 和水上飞机不同的是 这种飞行器虽然也能离开水面 但必须是贴近水面才行 它主要的动力除了机翼部分 还有地面效应或者说地水面效应 在低高度飞行的时候 地效飞行器主要通过地面产生的一种诱导阻力减少 升足比增加飞行器升力显著提高的效应 实现飞行 当然了除了水面像沙滩沼泽 冰面桥梁这些区域也都没有问题 但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固体表面 这就是地效飞行器的飞行原理了 最后是冲一亭也叫气垫亭 气一亭等等 和前两个有着很明显的区别 冲一亭主要依靠船身与水面之间压缩的气垫 离开水面 从而实现贴近水面飞行 这个区分起来比较容易 咱们就不多讲了 通过这个对比啊 大家应该都能判断的出来 极光飞行科技公司的自由升降机 应该不属于地效飞行器 而是一个大号的水上飞机 不过大家先别急着下定论 因为这事还有变数 当初美国国防高等实验研究署 设自由升降机的要求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机体大小和承载量 必须与现役C17全球霸主战略运输机相当 保证在运输两辆35吨AMPV的同时 还能有10%的空间盈余 其次是能在四级海况下正常起降 在五级海况下也要能维持海面上作业 最后的要求有些离谱 那就是自由升降机不仅要有爬升到3000米高度巡航的能力 还要有下降至贴海高度 并透过地效持续飞行的能力 上面咱们说过了贴地飞行的叫地效飞行器 飞到高空的叫水上飞机 而美国对自由升降机的要求则是 两者飞行器的特点都要有 从目前极光公司公布的信息来看 自由升降机的载重能力是及格的 装两辆35吨重的多功能战车 还能有30吨的空余 除了载重自由升降机空机的航程 设想中可以达到12000公里的 续航能力介于C17与C5之间 跨洋运输是没有问题的 这起码以上这两点满足了美国国防研究署基本预期 这些特点与我们此前所分析的 美军对海上的全面军事布局是吻合的 至于最后这架自由升降机的飞行高度 能不能达到美国国防研究署的要求 霍利军觉得是应该没有问题 从外形来看 自由升降机应该不会有物理隐身的特性 也就是隐身涂层 因为根本就没有必要 整个机身的支支差差太多了 再加上引擎都在机翼上 雷达特征肯定非常明显 此外大翼展注定了自由升降机最高只能是压音速 另外飞机在水面和在3000米高空所面临的气候 气压都截然不同 所以不可能超音速飞行 在这个速度下 在3000米的高度巡航 别说防空导弹了 就连野战防空炮都有机会将其击落 除非每次出任务都有五代战机半飞 如果自由升降机真的和概念机一样量产了 这些弱点绝对都是不争的事实 难道美国费功费力的研究 一行水上飞机就是为了充当靶子吗 显然也不太可能 咱们上面说了自由升降机还有一个功能 那就是贴近水面飞行 相比不用火力军说 大家都知道这个高度意味着什么 没错 由于地球曲率的影响 水面是雷达的绝对盲区 这个高度是除了电子对抗外 唯一能规避雷达的手段了 所以由此来看 自由升降机无论是续航 载重还是飞行性能 必定要达到美国国防研究署的要求 才能量产 目前该机的开发周期只是初步设计 第一弊阶段正是用新型材料构建 全尺寸组件的时候 包括机身的主要部分 然后才是组装前的测试 预计到今年下半年 自由升降机的研发会到第一C或者第二阶段 到那个时候 大家应该能够看到更详细的数据 甚至是模拟飞行报告 现在谁也不能确定 这架概念飞机到底是不是最终版本 唯一可以确定的 就是这种即使水上飞机 也是地效飞行器的家伙 一定会成为未来的主要运输力量 因为这玩意儿占据的优势实在是太大了 12000公里续航能力使得它可以在一天或者数小时内将兵力装备运抵任何海域 不用担心降落起飞时被放冷枪 这个特点是依靠机场的运输机无法做到的 同时飘在海上的能力也让步兵和装甲部队有了一个随时随地的海上补给站 哪里有需要它就可以立马起飞前往目的地 并在附近的海域降落 这个特点也是航母的速度无法实现的 就像我们前半段所说的 在任意海面任意时间将军事力量及时送达 这种全天域全天后覆盖的部署能力 又由哪个国家会拒绝呢 这种全天后覆盖的部署能力